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例如主席的独立在线 要和公民集中影音紀錄資料庫的嘉峰 一起來連線 嘉峰你好 大家好 今天要跟我們談什麼樣的問題呢 今天我們來關注的議題是要帶大家來回顧 2013的秋豆勞工的大遊行 這次遊行主題是 以人民向左、國家反我 主要是要針對各財團圈地 還有教育商品化 以及性別壟斷的問題 來對馬政府跟財團來提出抗議 表達人民不滿的一個聲音 我想每一年都會有辦秋鬥的遊行 那今年的秋鬥遊行 跟以往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嗎 那麼今年在10月17日的大遊行前夕 也就是12號的早上 包含自主公聯跟人民火大聯盟等等的團體 他們在總統府前的開達格蘭大盜召開了記者會 是延續了過去秋鬥人民向左的一個精神 主題是2013秋鬥人民向左 國家還我 終結殺人經濟 左轉幸福社會的一個記者會 他們勞工團體是準備了兩雙自製的超大的藍綠拖鞋 象征這個二職的政客 要求向資本家傾斜的政府不要再推脫了 也要應該立即左轉 把人民生存跟安全還有幸福 放在國家發展的一個首要的位置上 我想這次秋鬥遊行或者是每一次的秋鬥遊行 基本上來講其實越來越有一個比較 朝向一種所謂的左派的或者是一個 所謂的社會公平正義的這個角度去發展 那也從過去的這個比較純粹的工人的運動 開始越來越多元越來越更多的這樣一種面向 那這一次的這個所謂的秋鬥遊行當中 有什麼樣的特別行動 或者是有哪些重要的更明顯更明確的一些訴求 這次行動自主公聯團體跟人民火大聯盟 他們是一起演出一場行動劇 是開出了一艘自由經濟島的大船 再者包含福茂趕快簽 然後核四一定蓋等等的 令人民很憤怒的政策大船 在馬政府的掌握之下 這個掌舵不斷向前開 那麼現場團體他們是高喊活動訴求 就是人民向左國家還我這樣的口號 那麼號召民眾一起來參與 17號的秋鬥大遊行 那麼行動劇也是製作一個超大的左勾拳 他們這象徵是人民的力量 要對於資本家靠攏的又請政府 揮出這個憤怒的拳頭 要政府把國家還給人民 那麼另外在現場呢 台北市產業總共會的理事長 蔣萬金他也是說 政府其實從去年開始擴大外勞的配額 那麼變向要引進廉價的勞動力 其實勞委會又打算說 要把派遣這樣的制度正式立法 他是指責說這樣的做法 其實會導致台灣的勞工呢 就業的一個混亂的情況 他更是指責說政府口中的 拼經濟的這個政策呢 根本是圖利財團跟少數資本家 那麼並沒有顧及到勞工的基本權益 在過去的秋鬥遊行 通常他終點站都會在總統府前面 然後會有一些抗議的行動 可能過去包括像丟糞 或者其他的這種抗議的手法 或是一些這種所謂的行動劇 那這次的秋鬥遊行 其實跟過去有一些比較不同 光是在集結的地點 在集結的時間上面 他其實就有些差異 是的 那麼在17的下午 2013的秋鬥人民向左 國家環五張的遊行路線呢 其實從象徵台灣最高的經濟住宅這邊 就在仁愛路的地堡豪宅這裡 有些人的行李牌 來做出發 那麼出發前勞工團體 是集結在這邊公佈了 包含馬總統還有江以化內閣等等 十大二人的資本家跟代言人 並且是上演了小叮噹的行動劇 那麼控訴二次的資本家 與政客來聯手出賣台灣 那麼把人民基本生存的權益都給忽略掉了 在最後他們把十大二人的人行李牌 下鍋去做油炸的動作 那麼就是要表達人民的不滿 那麼遊行路線中還是經過了 剛剛被強拆的華光社區 那麼社區的居民跟聲援的學生 他們也是把馬英九總統以及江以化院長等等的人 大夫人像把它放在地上 讓民眾去做踩踏的動作 那麼控訴馬英九 其實民調只剩下9.2% 那麼還是繼續來執意的做執政 不願意把國家還給人民 這個遊行的終點是最後是 來到財政部來做集結 對我想這個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目的 就是我們可以看到整個的台灣的 這種所謂的公平正義的問題 它其實涉及到背後的一種所謂的發展主義的價值 而這個發展主義的價值都不斷講到說 我們要有所謂新的現代化或者新的這種所謂設施 而且它其實我們看到很多被強拆的 或者是這種所謂被強挖強徵的這些土地 或者房子來講 它其實背後都是存在的意思 我這裡要讓我們的經濟發展更好 所以其實這個跟整個台灣的財政部門 或是相關的經濟部門其實非常非常重要 不管是在於公平的稅收或者是一個經濟的政策 所以他們到了這個遊行的終點之後 他們有什麼樣的一些行動嗎 事實上那個遊行隊來到了台灣財政部之後 他們是由原住民的抗爭代表江一豪 他是發表了遊行的宣言之後 也有三位三音部落原住民的朋友的演唱 讓民眾來看見原住民的這樣的一個力量 其實勞團他們也是準備了兩千多雙的藍色跟綠色的拖鞋 在拖鞋上面他們是講把這次主題 人民向左國家還我這樣的貼紙貼在拖鞋上面 並且宣布呢 把路肩服刑的林子文他的鞋子 一起掛上圍在財政部周圍的駒上面去喔 那麼他們其實要表達說人民向左國家應該把政策 跟這樣的一些其他政策的力量 其實要還給人民 讓人民來做主 這是一個在台灣一個非常歧視鮮明的一場遊行的活動 而這場遊行活動其實也特別的強調說 這個國家還我人民向左 他象徵了一個更重要的一個 在整個國家發展上面 不是只有在拚經濟 而是要求更多的公平正義喔 我想國家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 整個資源的分配者喔 他在整個的國家的這種 所謂的一個功能上面 或是在政府的資能上面 他必須要考量的是 如何讓弱勢者能夠有最起碼的生活 同時他也有一些比較更好的這種發展 特別是也要去像這些比較 這個所謂的大的資本家大財團去抽稅 因為他們所獲得到的利益 其實整體社會所貢獻的結果 今天非常謝謝佳豐來跟我們一起連線 謝謝 我們下禮拜空中再會 謝謝佳豐謝謝 謝謝 到底這個爛探子何時才能了結喔 這根本是一個非常荒唐的事情 各位聽眾大家好 歡迎收聽燦爛時光 我是主持人怡秀 這裡是獨立在線 首先讓我們來關心今年的秋豆事件 11月17號 勞工農民土地性別 環境移民移工議題等千位民眾 在總統官體旁的財政部前集結 提出人民向左 國家還我的新政治想像訴求 至2009年秋豆再起 至今已經滿五年 今年的秋豆突破個別領域的局限 期望找尋政治之外的出路 因此今年秋豆的最後 群眾將準備好的藍綠色拖鞋貼上主題貼紙 掛在關底前的鋸碼上 宣布遊行結束 並不像往年有大型的集會 也沒有去年讓雞蛋飛的衝突場面發生 接下來是菜園村紀錄片 鐵怒岩縣放映會活動 2008年香港政府為了建一條 從廣州到香港的高鐵 強制拆除高鐵路線行進的菜園村 菜園村民自立組織來表達居住正義 更讓許多對農業觀念斷層的 香港居民與學生 了解土地生養人類的重要意義 放映會將在台北市住書店舉辦 分別在11月26號與24號晚上7點鐘 播放第一部與第二部 以及應候座談會 第三部曲將在12月1號下午2點播映 並有製作人應候座談 以上新聞是由陳怡秀編輯播報 感謝您的收聽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